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沙特1000亿美元的制造基金投资于远银和大华 洪海危机和运输成本上升 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陷入困境 俄罗斯的Logbit被干扰但并未消失 黑客专家警告 恒生银行在2023年 将中国房地产风险暴露减少了33% 富士100指数即时报价 随着英国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月预算仍如 欧洲股市走低 请大家收看 沙特1000亿美元的制造基金投资于远银和大华 南华早报 沙特阿拉伯的1000亿美元投资公司Alet宣布 将与远银合作 在利亚德建立一个全自动化的制造和工程中心 这个合资企业将基于远银的知识产权建造工业机器人 首家工厂预计将于12月开业 Alet还与大华科技签署了一项协议 生产安全和监控产品 该公司计划到2030年投资1000亿美元 并表示将完全遵守美国的制裁 红海危机和运输成本上升 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陷入困境 南华早报 中国企业在东非面临着红海胡塞武装分子 集击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和中断问题 这些集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 暂停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运输 导致货物运价上升和空集装商短缺 中国贸易商正在探索替代代的运输方式 如迂回的空中 陆地和海上路线 或者使用风险用引导较高的维养航运路 红海危机影响了东非国家 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纳特里亚和苏丹 然而 长期的中断可能会使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转向价值较高的劳动物集型制造业 俄罗斯的洛必被干扰但并未消失 黑客专家警告 彭博社 英国、美国和欧洲的执法机构 对与俄罗斯有关的黑客组织洛必进行了打击 该组织被认为负责四分之一的勒索软体攻击 此次行动涉及两人被捕 并查封了与该组织有关的28个 伺服器和200个加密货币账户 执法机构还获得了1000个解密金约 可用于解锁被劫持的数据 然而 专家警告称 类似的打击行动对黑客组织的长期影响有限 洛必很可能会重新组织并继续发动攻击 该组织以特许经营模式文明 即将其黑客工具授权级联营企业进行攻击并分享利润 自2020年成立以来 洛必已进行了超过1700次攻击 从受害者那里勒索了9100万美元 该组织曾经针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英国王家邮政 Ontrading UK和波音在内的知名公司发动攻击 恒生银行在2023年将中国房地产风险暴露减少了33% 彭博社 为了减少风险 恒生银行已将其对中国内地商业房地产的厂口减少3分之1 该银行的厂口下降了33%至350亿港元45亿美元 占总投资组合的4% 厂口的抵押部分从45%增加到53% 此举事在恒生银行的武行汇丰控股对其不良贷款增加 以及中国经济风险和房地产危机的担忧之后进行的 尽管如此 恒生银行报告全年利润增长58% 达到178亿港元 富士100指数即时报价 随着英国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月预算盈余 欧洲股市走低 雅虎 在英国政府公布一月份创下纪录的167亿英镑 210.5亿美元 预算盈余后 富士100指数和欧洲股市下跌 这个盈余比官方预测少了92亿英镑 比上一财政年度同期低了31亿英镑 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可能会在下个月的预算中利用这个盈余进行减税 中国机器人电动车充电器初创公司将香港视为全球跳板 南话早报 总部位于上海的初创企业国光信能 上海 能源科技 GGSN 正在与香港科技员公司进行谈判 已在香港建立研究和产品开发设施 GGSN指在商业化期自主电动车 EV 充电机器人 并且还希望扩大其股东基础 该公司已经开发了四款移动充电机器人 并已经收到了约1000台的订单 GGSN的目标客户是办公大楼和救物中心等商业客户 其移动充电器可以部署在停车场中 亚洲巡回赛在亚曼举办的赛事 让我们一规高以赴运动未来的样貌 南话早报 亚洲巡回赛本赛季将举办10场高水准赛事 目前已确定有6场 预计还会在英国举办至少一场 该系列赛的目标是超越去年的23周高以赴赛事 和3500万美元的奖金 从亚洲巡回赛到Live高以赴的转型已经建立得很好 官方人员暗示未来将更紧密合作 系列赛和北美以外的团队赛事有望相互呼应 别急着宣布耶鲁无形已死亡 彭博社 到2023年7月 常春藤联盟的平均捐赠基金紧增长了2.1% 而全球70-30基准指数增长了11% 而规模较小的捐赠基金 投资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平均增长率为9.8% 这种租高的表现引发了对耶鲁无形的资产配置方式的质疑 该模型一直是捐赠基金和其他长期机构的黄金标准 然而 常春藤联盟捐赠基金的10年回报率仍然健康 这表明耶鲁无形并未出现问题 中国最近的刺激措施并不令人满意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的迹象 但中央银行只将五年期固定案 揭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 中国受到美联储的限制 比以往更加依赖美国 这削弱了购买中国资产的理由 中国可能需要做更多来重振其经济和股市 芯片制造商NVIDIA的股价在周二下跌了4.4% 市值蒸发了790亿美元 这是该公司市值最大的单日跌幅 该公司市标普500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的主要贡献者 占到了15%的增长 尽管NVIDIA每股盈利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 但人们对其是否能够持续增长仍然存在疑问 这次抛售提醒人们该公司对市场的贡献有多大 以及对其未来的高期望 亚洲崛起的经济体不仅仅是中国家一的目的地 南华早报评论版 菲律宾、印尼、越南、印度和泰国有望成为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新龙 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之后 这些国家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潜在的消费市场 近年来实现了可观的平均GT增长 他们正在采取一种市场导向和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结合的方式 重点是扩大贸易和投资开放度 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实施产业政策以发展关键行业 他们还需要解决数字鸿沟 可持续性和农村富权等问题 麦亚物队对盐湖城队的比赛会在电视上播出吗? 比赛开始时间和如何观看梅西的比赛? 雅虎 利昂尼尔 梅西的国际麦亚物将在星期三迎战延湖城皇家 这是该俱乐部首个完整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赛季 梅西去年夏天加入国际麦亚物 并在8月份带领球队赢得了联赛杯冠军 这将是梅西与前巴塞罗那队友路易斯 苏瓦雷斯的首个完整赛季 苏瓦雷斯在优塞其从巴西格雷米奥加盟了这个俱乐部 国际麦亚物队梅西 苏瓦雷斯和塞尔吉奥 布斯克池的身体状况存在疑虑 但这三人应该能够恢复健康参采 汇丰银行2023年利润增长56% 同时公布了20亿美元的新股回购计划 南话早报 汇丰银行是香港最大的货币发行银行 由于与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坏帐 准备和与对冲策略相关的费用 该行错过了年度盈利预期 2023年全年净利润增长56%至224.3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61亿美元净利润 税前利润在该年度增长了78%至303亿美元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337.2亿美元 汇丰还宣布了一项新的20亿美元股份回购计划 以及2022年每股0.32美元的全年股息相比 全年每股股息提高至0.61美元 汇丰银行因中国银行30亿美元的减值而盈利下滑 彭博社 汇丰银行报告称 由于对交通银行的持股和出售法国零售业务所产生的费用 其2015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了80% 2015年最后三个月的税前利润 从2014年同期的50.5亿美元下降到10亿美元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 汇丰银行在中国这一关键增长市场上遇到了困难 并且由于利率对冲交易损失了数亿美元 其回报也受到了影响 日本航空公司表示 行李车司机载不是考试中作弊 彭博社 Anna控股诸识会社和日本航空诸识会社承认 他们的指公司允许工人在东京羽田机场驾驶行李车和 餐饮车辆的不是价照考试中作弊 Anna表示 在2022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 有78名驾驶员在旗子公司举办的考试中作弊 监考人员允许考生在考试期间查阅教科书 日本航空在2022年5月至2024年1月期间 发现旗子公司的考试作弊后 收回了11名驾驶员的许可证 这些事件加大了对日本航空业的监管力度 该航业今年发生了几起人人注目的事件 中国股市在量化基金监管收紧和房地产支持政策的推动下出现反弹 彭博社 随着当局打击量化基金的交易 中国股市出现了反弹 已结束市场的暴跌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了3.5% 达到7周来的最高水平 自1月以来 银行已经批准了1236亿元 合17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房地产项目 这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 中国的两个主要股票交易所 已经承诺加强对量化交易的监管 特别是杠杆产品 这些产品被指责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现场市场 亨特获得92亿英镑的借款增加 用于预算减税 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在下个月的预算案之前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获得了92亿英镑 127亿美元的借款增加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本财政年度前10个月的政府借款总额为966亿英镑 低于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的1058亿英镑 这一增加是在一月份创下了167亿英镑的剩余 记录之后实现的 这一剩余超过了去年同期的两倍 但低于预期的184亿英镑 香港将会走向终结 除非中国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罗奇表示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亚州前主席史蒂芬 罗奇表示 如果中国希望金融中心有更好的未来 就必须修复自己的经济并让香港自主运作 罗奇在最近为 《金融时报》 赞写的专栏中指出 香港股市代表了过去20年来 其经济成功的终结 罗奇的言论引起了香港知名人士的反驳 例如即将卸任的香港交易及结算所主席查小恩表示 他对他的悲观观点完全不同意 中国银行在白名单项目下批准了170亿美元的贷款 住房管理局 雅虎 中国住房部门宣布 已批准了1236亿元 172亿美元的开发贷款 并在一个特殊机制下发放了294亿元 只在向陷入危机的房地产行业注入流动性 所谓的白名单机制于1月底推出 城市政府向银行推荐住宅项目已获得财务支持 拒绝向白名单项目提供贷款的银行 必须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解释 到目前为止 该计划已向214个城市的银行推荐了超过5300个项目 发放了涉及52个城市的162个项目的294亿元贷款 中国在凍结大型基金账户后加强量化交易监管 彭博社 中国主要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承诺加强对量化交易的监控 特别是与杠杆产品相关的交易 此前 这两家交易所凍结了宁波宁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账户 原因是该基金在短短一分钟内抛售了25.7亿人民币 3.57亿美元的股票 这两家交易所声称这些交易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 某些量化交易可能会放大市场的波动性 量化对冲基金在中国罕见的冻结账户后面临中国的压制 彭博社 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承诺在暂停零波宁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三天后 加强对量化交易的监管 交易所将扩大对境外投资者进行此类交易的报告范围 并对外国和国内基金采取相同对待 这些举措施计股市连续四年下滑后 监管机构试图加强对量化对冲基金监管的转变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陆博士,你们的六道世界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沙特亚拉伯的投资公司Alet宣布将与远银合作 在利亚德建立一个全自动化的制造和工程中心 这个合资企业将基于远银的知识产权建造工业机器人 这将为沙特亚拉伯带来更多的制造业机会 并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着一些困境 红海危机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导致中国企业在东非的运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他们正在探索替代的运输方式 并寻找新的市场 此外,黑客组织Lobbit被英国、美国和欧洲的执法机构打击 但专家警告称,这些打击行动对黑客组织的影响有限 Lobbit很可能会重新组织并继续发动攻击 这也提醒我们,网络安全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和预防措施 恒生银行则减少了对中国房地产的风险暴露 这是为了减少风险 尽管如此,恒生银行的年度利润依然增长58% 这表明该行的业务依然非常稳健 此外,富士100指数在英国公布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月预算盈余后下跌 这个预算盈余比预测少了92亿英镑 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可能会在下个月的预算中利用这个盈余进行减税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机器人电动车充电器初创公司国光信能 上海,能源科技,GGSN将在香港建立研究和产品开发设施 并希望扩大其股东基础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香港成为全球电动车充电器技术的跳板 在体育方面 亚洲巡回赛本赛季将举办10场高水准赛事 目前已确定有6场 这显示了亚洲高尔夫运动的未来前景非常好 最后,我们看到亚洲股市在科技股下跌的影响下出现了混合走势 这也拖累了华尔街股市 投资者正在等待NVIDIA的季度盈利报告 这将在稍后公布 总的来说,这些新闻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情况 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在制造业和技术领域的合作 但也存在着一些挑战和困境 我们需要关注网络安全问题 并寻找新的机会和趋势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指示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